道长 现在你拍视频也没什么流量啊 哎呀 现在的话 还是歇实一点吧 歇实一点 因为是媒体这块的话 不是长久之地对不对 对呀 八月份好像说平台有重大变动 好像说西瓜呀 头条这边好像不怎么给钱了 那就他把流量全都给了抖音了 可是你看我们红电圈拍的 抖音都不行 在抖音变的全都不行的 包括比较牛逼的 呃那些大一点的主播 上百万粉丝几十万粉丝的 在红电圈的都播放量都不行的 都不行 哎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就是有活就干活嘛 哪怕辛苦两三天 都没有几百个就不爽嘛 对的 哦 之前那样那样的 大家看上去 道长你现在也看得挺开是吧 自媒体如果搞不了的话就好好去剧组干活 是吧 那你也为什么不干以前那个冲场的活呢 冲场的活不是那种七八十块的 发传单啊几十块钱的活吗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 几百块的 以前你都不喜欢干这种活的呀 哎呀 这种活因为虽然钱多可是它很累呀 时间就长 你的话也坚持 坚持就是有福利呀对不对 是吧 哎 小雪什么时候来啊 他也在做热解去了 把他接回来啊 他都没钱那么来嘛 你现在不是赚了钱了吗 你给他发个一百块钱路费 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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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开口的 哦 再把 他来了 直接把他叫到你那边去租个房 不挺好吗 你卖房子又便宜 他来这边 我看好像那个波波和小葵也帮的 你们那边去的 是你叫过去的吗 没有 他们自己帮过去的 那他怎么知道你们那种房子便宜呢 那他们几十块钱一百块也都有 哦 那房子便宜 我昨天好像看到说他们帮到那边去了 一个一百一个五十 还有五十块钱的房子 哇可吓死人了 那么便宜吗 好吧老板 先不做错了 我过去看有老表老表 要给他炒一下菜 哦老表他们还要炒菜是吧 那你下去吧 你也不下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做了饭 我自己随便整点就好了 整点就好了 你不搞点水冰起来看 哎呀 要什么冰水啊 夏天的话 那少喝冰水 喝温水就行了 精神气爽 嗯 阿道非常的赖克斯 又来 呃 做菜啊 又来江西老表在里当大厨来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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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